纽约州前共和党籍州长博德基8月29日警告 无证移民大规模从南部边境入境 恐导致类似911事件的恐怖攻击再次发生 他指出 本财年有超过200万人非法越过边境进入美国 而且并非所有非法入境者都有明确意图 他抨击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过于宽松 认为拜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失败头顶 博德基说 非法移民并不全部都是来找工作 知道他们之中有恐怖分子 有一些人在监控名单上 有人越境的唯一目的就是攻击美国 根据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 6月共有超过15万3000人从墨西哥边境入境 比5月人数降低14% 但本财年已有超过200万人非法入境 而且从入境者缴获的骨科减数量持续增加 他表示 如今纽约州治安恶化是共和党重夺州长一职的良机 8月29日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再次提交通知 表示他打算取消对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收购 并沿用了一份由推特前安全主管发布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指控推特滥用用户数据 缺乏对网站核心系统的控制 当天提交的文件旨在确保该交易被终止 即使马斯克之前的投诉未能在法庭上成立 推特30日回应了马斯克 称推特没有违反协议下的任何声明或义务 没有也不太可能遭受公司重大不利影响 推特打算执行该协议 并按照与马斯克各方达成的价格和条款完成交易 南加州预计本周将迎来下莫热浪 这可能会导致该地许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变得不健康 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发布了从8月30日至9月4日的臭氧警告 称内陆社区的空气质量可能会很差 该机构称气温升高将导致更多危险的化学物的排放 从而导致臭氧的形成 这种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浪 可能会导致异常高的持续的臭氧污染水平 受直接影响及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覆盖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 圣盖伯谷 波莫纳核桃谷 圣克拉里塔谷等地区 预计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将是圣贝纳迪诺山和圣贝纳迪诺谷的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下午时分 臭氧污染对弱势人群 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的威胁更大 日本京磁公司8月30日发布声明说 京磁公司创始人日本著名企业家道胜和夫已于24日去世 享年90岁 道胜和夫去世前担任高科技企业京磁公司名誉会长 日本电信运营商凯迪迪爱公司最高顾问 日本航空公司名誉顾问等职务 2010年日本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时任京磁公司名誉会长的道胜和夫 受日本政府委派出任日航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导了日航的破产重组 除了亲自参加企业管理 道胜和夫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人生哲学 也对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欧盟表示将计划采取紧急措施遏制电价飙升后 欧洲能源价格8月30日暴跌 德国明年交付的电力价格一度下降了26% 荷兰近月天然气期货价格下降了11% 这两种基准合约在上周飙升至创纪录水平后 从周一开始下跌 最近几天由于市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能源价格剧烈波动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计划 从8月31日开始关闭通往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进行为期三天的维护 欧盟正计划采取紧急措施 压低不断上涨的电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